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其历史为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46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 将于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 殷墟 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 环状、分层、放射性分布的总体规划布局 改变了早期城市快状分布的面貌 更加适应都城城市建设的需要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殷墟同时具备了亡灵区、城豪 广泛使用的清铜器和文字等诸多文明要素 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表 对西周以后的都城建设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殷墟甲骨文 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天文、立法、艺术及医药等 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资料 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记录 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4500多个单字 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 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 而且涉及天文、立法、医药等科学技术 从甲骨文以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 它已具备了象形、会议、形声、指示、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 展示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本集中文字 Carrie